主料,猪排300克,高净面粉250克,主料,油,盐,酵母5克,面包汤,鸡蛋饮汁,猪排主料,木糖醇,生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高粉面包鸡肉半小时,一发,称重分割成小份,放入烤盘,进烤箱进行两发,两发时间, 将猪排用肉捶捶打至原体积两倍大,将猪排,进猪排调量,腌两小时以上,进冰箱放至二发的面团,刷蛋液撒芝麻,180度烤20分钟,出炉,腌制好的猪排,裹上蛋液,裹上面包汤,再重复摇零食一两步,进锅内煎,煎至金黄,生菜不放油不放水,进锅稍微烫一下,面包煎两半, 加上猪排生菜,系上沙拉酱即可,烹饭技巧,生菜肉或温烫一下,食用更安全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